11月29日 休斯敦士兵赛结束南双半决赛较量 国平世界冠军组合林高远和梁敬坤不敌瑞典组合卡尔松和法尔克 至此 国平南双全军覆没 无缘决赛 在决赛中 卡尔松和法尔克对阵张宇珍和林忠勋 争夺冠军 在上一轮南双比赛中 樊振东和王楚清正式苦战五局 以2比3不敌卡尔松和法尔克 止步八强 卡尔松和法尔克的配合默契 实力强大可见一斑 面对国平又一队世界冠军 卡尔松和法尔克依然表现抢眼 以3比0击败了林高远和梁敬坤 第一局 卡尔松和法尔克10比8获得局点 林高远和梁敬坤追成10平 卡尔松和法尔克稳住阵脚 以12比10先拔头筹 第二局 卡尔松和法尔克5比3领先 11比8拿下 第三局 卡尔松和法尔克11比8锁定胜局 在三个双打项目的半决赛中 国平连遭打击 有三队组合出局 止步四强只拿到了铜牌 其中两场都是输给了日本组合 遭遇滑铁卢 与国平在单打项目发挥上加相比 双打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在混双半决赛中 中美跨国组合林高远和张安苦战五局 以2比3不敌张本志和和早田希娜 在女双半决赛中 陈梦和钱天一又以2比3 输给伊藤美成和早田希娜 如今 梁敬坤和林高远又不敌卡尔松和法尔克 国平在混双 女双还有夺冠希望 孙颖莎与早田希娜将在这两个项目的决赛中 展开激烈交锋 三个双打项目决赛对阵为 混双决赛 王楚清和孙颖莎 VS张本志和和早田希娜 女双决赛 孙颖莎和王曼玉 VS伊藤美成和早田希娜 男双决赛 卡尔松和法尔克 VS张宇珍和林中勋 VS张宇珍和法尔松和法尔松和法尔松